Hello 大家好! 澳門用相對靜止的方法應對疫情 全澳賭場暫時關閉12天 賭收當然清零這12天 即使目前已進入鞏固期 但澳門賭場仍有限度營運 加上與內地仍未恢復免隔離通關 澳門金局賭收一定不好 據券商花旗預測 7月份賭收由原來的4億降至2億5千萬 花旗巨行業訊息表示 澳門7月初24日賭收可能保持大約2億元 即意味著今個月剩餘時間的收入接近零 這些都反映賭場暫時關閉下帶來的影響 另一個券商承搏香港預計 7月賭收將會比19年7月暴跌99% 而且同今年6月份相比 亦可能會下降百成七 當時2019年7月賭收是244億5千萬元 真是厲害當時 而8月份賭收將會比19年同月下跌八成九 但該行分析師說 根據口岸關閉時間 容量限制和其他防疫限制 可能跌幅會更大也不一定 由指7月至今 日均賭收只是800萬元 按年亦下跌九成七 本論疫情持續大約一個月後 現在暴入鞏固期 但距離全面複補正常 以及與內地免隔離通關 仍未有期 有衛星場主說 即使8月中可以複補通關 對博彩業幫助甚微 今年難以樂觀 現金流十分緊張 在十二日相對靜止期 收入火粒無收 但營運開支 員工薪酬照給 亦沒有辭退員工 早前有向兩間中資銀行 申請還息不還本 其中一間答應 但另一間就以大企業 不符合還息不還本的條件 而拒絕了 有博彩中人說 疫情好境時 博彩業界向銀行借錢 真是話那麼容易 你不想借 他也想你借 不過受到近年 種種因素影響 生意大不如前 希望銀行延長業界的還款期限 令他們能生存下去 至少要捱過今年 讓明年內地有罪放鬆政策 街時才有希望 不是博彩業界人士不想還錢 是無奈無生意 他們借了這麼大筆錢 別說利息 經營都要虧錢 他們怎樣又連本帶息還款 所以call loan 不要call得那麼狠 希望銀行業界 同樣兼付社會責任 在符合金融監管前提下 與企業共度時間 否則企業支撐不住 銀行最終得不償失 這大家都清楚 假如物業沒有賭場的步伐 酒店部分的價值肯定會大跌 按現在時勢 銀行就算將物業收回來拍賣 都不一定值錢 有沒有人買都未知 所以希望日後經濟好轉 任何事都能夠解決得到 正所謂有商有量 好 這一集就看到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 開數片尾節同意為馬 多謝大家 下集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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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